我们上节课讲到安卓式的工程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和Eclipse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SRC下面的 MEN下面的 Java,IS,还有Asset,AIDL等等 这有大家自己的莫名的规则 那么如果是说我Eclipse的工程 是不是就不能使用Grounder脚本来编译的呢 不是的 我们可以对它指定某一个类型的文件 存放在某个目录下面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一个Eclipse工程 好,打开它 这是一个标准的Eclipse工程 对吧 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Ground脚本来编译 那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就是在这里 我们在安卓的这个某块下 引入了一个SourceSet的一个属性 好,这个SourceSet能够指定 你某个文件是在什么位置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好,我指定了Manifest 在当前目录下 以Build.Ground这个文件为基准 可它同级目录 Manifest同样的 Java的文件是RSA 好,Resource 这个Resource不是我们的Resource 不是Android Resource 不是Android Resource 也就是什么样的RSA AIDL和之前的AIDL是和RSA也是放在一起的 然后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是放在这个目录上面 好,只有指定了它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译 好,我们启动一个命令行这里 然后Ground 好,可以看到它编得出来的文件 就放在我这个Build下面 好,编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 好,是不是一样有APK 对吧 那其实呢 这个属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帮助文档 它会更加详细的告诉我们 好,这就是Android的SourceSet 我们可以指定这些属性 都可以对它的文件进行更改 那每一个属性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脚本 我们每一个属性下面 比如说这个Assets下面 它这里使用了Src.dir 对吧 那么我想知道 除了这个属性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配置的呢 有的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 点击它 然后到它来 大家这里可以看到 我正常情况下 我是用的这个Src.dir 对吧 我也可以使用这个集合 SourceFills 它这里传一个这个FillTree进来 同样的我也可以排除某些文件 通过Filter的方式把某些文件给排除掉 等等 这些不常用 我们通常使用这种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来执行它 这就是SourceSet的写计法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更高级的一个SourceSet的配置 好 我们继续看大纲 好 原文件的修改 这个路径修改 我们已经学到了 然后 我们现在要学习 引入 依赖项 首先是引入一个架包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进入最简单一个架包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引入架包 好 我这里Labs下面有这个GCM和这个GSON这两个架 对吧 那我在代码里面能不能直接使用呢 我们试一下 好 它这里没有对吧 没有找到 是因为我们这个架包没起作用 那么只能不能引入架呢 一种方法啊 直接用点右键属性 这个ModuleSetting里面 好 移到这个Dependence这来 好 我们添入个架包 Fail 好 Labs下面的 比如我们两个都引进来 再加 OK 好 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脚本 我们看一下我们脚本 脚本 它新增了这两行 这两行就表示 我引入了这个GCM的架包 引入了这个GSON的架包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呢 比如说 我想 因为这个Lame 我有可能随时改变 比如说它可以 有可能变成2.3.2 2.3.3 这个GCM有可能变成其他的 对吧 那我不用能每次变一下 我都去改个名 可以把整个Labs下面的酷都包含进来 好 怎么写呢 我们看一下 好 大家注意 我现在用FailTree 来代替了 FailTree这个属性 来代替了之前两个Fails 那么它是一种集合的形式 我可以把这个DAR 这个目录 我可以把这个Labs下面 目录所有的架包都include进来 这样子就不管 只要我以后有新的架包 我扔到这个Labs里面去 我就可以用这句话来 适用我的所有的 这架包 不用每次都去更新这个脚本 是非常方便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门 把个丢起 好 这里我比我写GCM 好 现在是不是有这个GC呢 对吧 就证明我的架包是导进来了的 好 这里说了两种方法 对吧 一种是这个 引入当个的文件 另外一种方法是 把整个架的 把整个Lab的目录 给include进来 好 这两种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 那还有一种方法是 引入在本地项目 好 同样的 如果你对脚本不熟 最简单的方式 还是使用这个 module setting 下面的dependence 好 这里添加一个什么呢 这里有个module dependence 选择它 好 选择这个mylibrary OK 确认 好 看一下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就变成 comply project 表示我这是一个模块 然后 这个模块的路径 和之前一样 在library下面的mylibrary 这个名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mylibrary 好 这是非常简单的 语法也很简单 这个方法也简单 那还有一种 我是 比如说我现在是 没有写这两句话 那么我现在是要依赖于这个support v4包 v7包 那同样的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dependence 这里添加 添加一个library dependence 好 这里是不是就有 support v4 然后v7 好 我们一个个加 v4 再加个v 对吧 好 这里support v4了 好 这下我们提到了 好 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 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定mini 最小sdk 好 我们该指定一个sdk 怎么指定mini sdk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新增default configure 这么一个模块 然后这里面写上mini sdk target sdk 这是文字code的文字name 如果不写 它可以用manifacer里面的覆盖它 如果写上 它就可以 就按这个脚本里面写的 去替换manifacer里面的文件 这是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好 我们再编译一下 好 这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 之前说到 我们这个labs下面 好 这里 回到这个视图 我们这个labs下面 使用了这个 gson2.3.1的架包 对吧 好 也是用到了差 对吧 然后 我能不能用 就是说远程库来替换它呢 可以的 好 我先把它删除 delete 好 这个gson已经变红了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远程的gson库 怎么增加呢 你可以在这里 dependence 这里library 好 我们再搜索 gson 好 这里收到了一个gson库 我们ok它 ok 好 我们这里就把这个gson库导进来了 导进来之后 我们这个labs下面是没有了 然后它会通过这个脚本 通过脚本去远程服务器上去下载这个gson对应的库 当然我们就编译通过了 好 这样再也不需要去维护这个架包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远程的依赖关系